撬開蓋子 水溝裡滿滿的淤泥 淹地以及垃圾 導致大雨來襲排水不易 甚至造成積水溢出入面 這讓當地居民和店家都感到相當困擾 紛紛向里長澄清 這裡的台北人都點雞 油湯比較多 所以堵塞的情況比較嚴重 但是我們都會叫水力救 還是牽點雞來點雞溝通 台北人都有在清 但是一段時間就再擠開 一段時間就再擠開 格子狀的水溝蓋是我們路邊最常見到的 雨水只要從孔季往下流 就會流到香寒再通往溪流 由於後倉路臨近後進夜市 一旁的店家從事餐飲 油水分離如果沒有妥善處理 容易造化 阻塞排水通道 市議員黃文志表示 日前已經協同相關單位前往會刊 預計在年後改善水溝阻塞情形 因為那個水溝在可能下雨天的時候 就是水會排不出去 那里長發現之後跟我們曾經反應 那我們上次去現場會刊之後 因為附近都是一些營業場所 那發現它是可能水溝裡面 有一些造化的情況 那當下跟水力局還有清潔隊 討論是兩個禮拜後可能要做處理 清潔隊最新的回覆是說 因為水力局這邊可能派工派不出來 可能過年後 那過年後的話也是希望說水力局可以加緊派工 來處理這個水溝堵塞的這個狀況 要發揮良好的排水功能 阻絕蚊蟲滋生 水溝電器的清潔與清淤 才能讓民眾在大雨來時時更加的安全 記者 吳秉原 鄭志源 高雄 報導